110年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,今年遇到国定假日得以展延到5月3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,如果受肺炎疫情影响,民众缴税有困难,可以向税务局提出分期或者是延后缴款 110年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,今年适逢五一劳动节的假日得以展延到5月3号 华林县地方税务局表示,税诞已经寄出了,请民众要在期限内缴款 如果民众受肺炎疫情影响而导致缴税有困难,可以提取证明向社务局来申请分期缴款或者是展延缴款 今年牌照税受疫情的影响,如果说乡亲如果没有办法在期限内缴纳牌照税的话 那在今年的6月30号以前,只要在6月30号以前提出相当的证明,那就可以申请延分期 那延期最长是一年,那分期的话是可以最多分到36期,也就是三年 那记得就是要在今年的6月30号以前要提出申请 华林县地方税务局鼓励民众多使用行动支付以及线上查缴税 如果有任何牌照税的问题,也请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借里会欢迎市报道